油花四溢的黑毛和牛在烤网上滋滋作响 富裕的香气混合火烤的熏香一起蔓延开来 和牛不仅在日本国内受到民众欢迎 也是大陆与台湾老饕的最爱 实际上日本产牛肉占2021年出口总额的4.3%名列第二 而第一名则由樊利贝夺下 占2021年出口总额5.1% 第三名则是日本酒 占2021年出口总额的3.2% 不过大陆海关为了管理进口 2019年发布公告 推出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新制 并向WTO各成员国征询意见 根据当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资料显示 日本政府在征询意见阶段 就向大陆提出意见书 认为需要登陆的业者涵盖所有食品类别并不合理 因为原本规定的五类 不过2020年11月大陆透过WTO发布 在2022开始实施新制度的草案 将原先规定的所有类别改为18类 法案确定后日本农业水产省2021年4月开始 就依照大陆公布的规则 启动了农业水产物食品施舍认定申请系统 并将大陆的规定集系向逐字一维日文 附上政府与陆方交涉的事件脉络 更发布一系列教学辅导影片在官网 将出口商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点 以及注意事上条列 让日本农林与业者不会为法规更新所困扰 记者李静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我会想购买